好啦 那我們開始上課啦 那等一下老師現在在開會啦 等一下老師可能就會過來上課 那我先上 那我們這一節課是第四課 那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那就要開始上一些數學啦 那我們這一堂課的標題叫 人工智慧的基礎 那我們先上現性回歸 那我先確認一下 現性回歸應該是高中 目前都還有教吧 還是已經沒教了 現在課綱改來改去 研究生應該是 很熟了啦 現性回歸應該有上嗎 高中有上嗎 沒有上了 刪掉了 沒有上了 好那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今天當做一個全新的開始 那我們就是講現性回歸 那這邊獨黨 大家應該已經都很熟了吧 獨黨有還不會的嗎 那獨黨的話 這個我就不帶啦 就是這個一定要很清楚 很清楚啦 那我們就是 先獨黨 那我們接著是我們 我們在程式上啊 我們要用線性回歸 就是LM這個 這個函數 叫Dinear Model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是先用 就是用X是 X是年齡 那Y是Rate 也就是說我們就是用 年齡來預測 心跳速率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預測出來的結果 那我這邊先問一個大家的問題啦 給大家加分的機會 那這邊要怎麼解讀這個 這個出來的結果 會的可以舉手一下 呃 那個 0.1應該是 那個 對 那我們可以講 把它講成方程式 怎麼做 Y等於 0.1 就 OK 然後再加78.9 好 沒錯 那這個就自己再群組報一下 那這邊就是 同學講的沒有錯 那我們這邊就是 Y等於 Y等於 就是 Rate 心跳速率等於 X 就是年齡乘上 0.1021 然後再加上結局 78.913 那就就是我們一個預測室 這樣可以嗎 那 這邊的寫法 其實還有其他寫的方式 那 在這邊我們可以先把它指定 我們這個Data 那我們要預測的變數 可以齁 那除了這樣的寫法 我們可以先指定 就是 用 Rate 然後 波浪號 點 這個點的意思是說 我們先看Data好了 Data我們就是先選用 Rate跟Edge 那這樣是一個SubData 那我們這邊用Rate是Y 那這個點就是 除了那個Y的變相之外 我們這邊把X全部放進來 那這樣也可以做 那出來的結果也都是一樣的 這樣到這邊可以齁 那這邊都是程式語法 那這個你們不會到時候回來看 然後 基本上都可以 應該都可以試了出來 那接著我們就是講 我們就是線性回歸 大家對這個式子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以前都是講Y等於X加B Y等於X加B 那我們現在以後 我們這邊都改成 Y等於B0加B1乘3x 那至於就是 我們因為到後面 我們都會有擴展 所以這邊加B2X2 那會比較方便 也比較好講 那我們至於我們這邊的 等號的右手邊 我們會一路到大概第九課 都會是這樣的形式 那到了第10課之後 應該這邊就會變 那我們主要是針對Y這個部分 做一個優化 那我們剛才前面我們講的嘛 這邊是心跳速率等於 78.9313加0.1021乘上年齡嘛 那這些就是我們一個預測室 那在這個預測室 如果我們Edge帶入 我們就可以預測心跳速率的一個值 這樣可以嗎 到這邊都蠻簡單的 應該可以齁 那 那如果我們要 如果我們要多個變相 如果我們增加一個維度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做 我們就是在 Edge後面再加一個PR 這樣可以齁 然後在Data這邊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寫 這樣我們一樣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一個係數跟結句 那我們這樣寫成方程式的話 我們就是Rate等於99.089 然後加0.1203乘上Edge 然後再減0.1373乘上PR 那我們這邊再講一下就是 就是Y等於F4 K4等於B0加B1乘上X1加B2X2 我們這邊講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 如果我們數字還沒有確定 只有這樣的式子 我們叫一個function set 這樣也是叫一個function set 在中文的話 我們姑且先翻譯成 就是一個 函數的集群 函數集 可以嗎 那如果我們叫 我們如果確定好係數之後 我們就是叫它一個function 可以齁 那我們可以看到B0加B1X1加P2X2 跟這個是它的原始式子 但是我們在這個function set 這邊多了一個X2 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這個 這個式子比這個式子大 比較高階 然後這個比較低階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我們確定了數字之後 數字這叫function 那function的話 就沒有所謂的高低階之分 它只有在預測能力 在預測上我們才會分 它的預測能力好還是不好 才有這樣分 那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在這個function set 如果加了一個維度 它對於這個是一個 就是這個 對於這個是一個特例 這樣可以嗎 因為它是B2等於0 它是一個特例 這樣可以理解 這個對於這個 它是一個特例 那至於數字一定會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在這個function set 這個function set 是一個最佳解 它是長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最佳解的話 它長這個樣子 到這邊可以嗎 好 好 那 我們可以 就是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找到就是一條預測線 OK 那這樣子 我們得到的這條線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條預測線啊 你會覺得它準嗎 應該會覺得它非常的不準吧 因為如果它非常準的話 它的所有點 都會在這條線上 這樣可以理解 那至於我們這堂課 所要教的重點 不在於就是 要找到一個最準的線 我們多半是不太容易 找到一個很準的線 那我們這堂課主要是 在教我們這個數學的方式 數學的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用任何的 任意x來預測這個y 可以齁 那我們接著就是要開始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 就是推導過程啊 那我們要找到一個 我們用 我們要評估這個 預測線 這個線 預測式這條方程式 是否準確 我們是不是會給它一個 就是真實的y 跟預測的y 互相相減 這樣可以嗎 這是真實的y嘛 這是預測的y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 我們叫一個殘差 那在線性回歸的話 我們這邊就特地 特別名稱叫殘差 這樣可以嗎 那這邊就是把我們的 AKS帶入 這邊就是展開式 那我們這 我們希望這個殘差 我們是優化 希望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最佳的一個 B0跟B1 讓這個殘差的平方核 是最小化 這樣可以嗎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就是高中老師沒有教過 為什麼要用殘差平方核 這件事情 會嗎 確實 距離 那為什麼不是用絕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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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解絕對值的時候 不好計算 平方的話 你怎麼會這樣做 呃 如果數學能力好的話 我們可以先平方再開個根號 不是也可以做嗎 對不對 這個都沒有標準答案 那這個可以加一分這樣子 那至於 為什麼要用殘差平方核 其實這是一個 推導最後的一個系列的過程 的最後的結果 那在下一堂課 我們就是會詳細的講解 為什麼要用殘差平方核 這件事情 那再問一下 為什麼一定要用平方 是不是可以用四次方 可以吧 那三次方可以嗎 就是正負號會抵消嗎 對不對 好OK 沒錯 非常好 那 那我們就是 呃 就是我們因為 三次方 會有正負號的問題 那它就會抵消 那至於我們 姑且我們這邊 就先用殘差平方核 那下一節課會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這邊展開之後 我們這邊會得到一個 y y-b0 加 b1 x1 的一個 這個 Loss Function 我們這邊叫Loss Function OK 那我們就是希望我們去優化這個 這邊到這邊到這邊可以嗎 可以齁 好 好 呃 接著這 那我們就是希望我們就是找到我們是就是這個 function set 我們找到 x跟y我們是一個已知數嗎 這是樣本 一個樣本 x 然後這是實際的y label 或是 outcome 是吧 這樣是已知數 那我們是不是希望 找到一個最佳的b0加b1 然後在這個方程式有一個最最小最佳解 最佳解 最佳解小值 Loss越小越好 可以嗎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經典的球集值問題 是吧 那我們這邊求集值的話 這邊 大家應該都是有學到 學 高中應該有學微分吧 有學過微分嗎 簡單微分 有嗎 有嗎 有齁 那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使用微分來求集值 那微分的話 我們這邊就沒有要教積分 我們這堂課 應該說到後面的堂課 後面幾堂課 這一整整整結 整整學期的課 基本上都是微分啊 沒有積分 那我們在這個方程式 求微分應該很容易吧 這個 function set 這個 function 是不是降密 是不是2x加2等於0 對吧 那這邊的 function 我們求了微分之後 這個 function 叫什麼名字 大家知道嗎 給大家加分的機會 要舉手一下 來來來來 導函數 導函數沒有錯 這個叫 這個名稱叫導函數 那再繼續 我們繼續問啊 導函數的定義是什麼 來後面的 導函數就是 那個函數 它的斜率的變化 什麼斜率 這是原函數的斜率 嚴函數的斜率 嚴函數的斜率是什麼 原函數的斜率是什麼 原函數的斜率 這個 對這個就是切線斜率 後面有舉手都可以加分啊 就是後面 大家就是 如果有舉手 應該都是 大家都會吧 都是應該是相同的答案吧 對 那 那 再繼續問啊 為什麼切線斜率等於0的時候 會有幾指 來來來 女生閒的 因為你只要是 他那個奧口 奧口 沒有錯 沒有錯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 他到了那個點之後 他不會再 那個資料不會再有變化嗎 這樣可以理解齁 那 我們這邊是 我們得到這個微分 這個 x平方加 x2x加1 的微分之後 是2x加2 等於0 那這個 x等於-1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 極值在 可以嗎 到這邊的微分 都可以齁 好 那接著 我們要講的是 如果我們有兩個 與上的元素啊 我們就是 使用 偏微分的方式 那 我們這邊有一個 一個 一個方程式 叫4a平方-4a加b平方-2b加5 以前我們在 國中應該是國中上的吧 應該是 教的是配方法 這邊到這邊 可以嗎 配方法應該 不需要再教了吧 可以齁 那 怎麼過來 怎麼過程 我就不講啦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講一下就是 他等於0.5的時候 A等於0.5的時候 他是等於0嘛 如果不是等於0 不是等於0 他都是一定是正數 所以他這邊就不會是 最小值 他不是極值嗎 可以齁 那偏微分的話 我們就是 先對某一個元素 進行微分 那我們先 這邊是 對 先對A的微分 我們是把其他項 當作常數項 那我們是這邊 只要降密 等於8A減4 可以嗎 那在B的話 我們這邊就是 A的部分 把它當作常數 那這邊就是2比減2 可以齁 那再問一個問題啦 不知道以前高中老師有沒有教過 偏微分 為什麼要叫偏 1點 來來來來 同學 所以有兩個變數 然後你對其中的變數 呃不太正確 沒關係 它也加0.5分這樣 來來來 那個同學 對 其實他講一遍 是不是可以 像是 就是 他的微分 比如說 XYD 只要X軸來看的話 他就偏 只有看那個 只有看那個 的微分 所以他是偏 沒有錯 沒有錯 欸同學你怎麼 老師以前有教過 還是 自己研讀的 我蠻厲害 蠻厲害的 沒有錯 我同學講的沒有錯 我們在 在做偏微分時候 我們正常 正常來講我們 簡單微分 或是 正常的微分 是不是只有 兩個維度的 變數 一個Y 跟一個X 他是不是 二維 二維的一個平面 那進行了微分之後 他叫 他我們找函數叫 切線學律 會找到一條線 那 我們這邊是 三維以上 就是 AB還有Y 他是一個三個維度 如果我們直接微分 不是就變二維嗎 變 變一個平面 但是 我們不能這樣做 他的 那個 定義不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是先把 別的維度 當作是0 是吧 先把它當作是0 那我們先針對A 進行一個微分 那他就是跟前面的 導函數的定義 是比較一樣的 可以嗎 偏微分算是一個特例 這樣可以嗎 到這邊可以 不會太困難 那我先給大家五分鐘去操作一下前面的一個程式啊 後面會講的比較再困難一點 好 那我們前面講也已經簡單介紹我們要用微分 還有他怎麼算嘛 那接著是我們要針對這個線性回歸 進行一個微分 然後求B的一個推導過程 係數的推導過程 那我們前面有講 我們的Lost function 是Y-Y hat的平方 的一個 的優化 我們的優化盤數的目標是這個嘛 那我現在展開是 Y-B0加 B1X的平方嘛 那我們在這個微分的話 Sigma 是不是 微分是不是可以忽略 是嗎 可以嗎 Sigma 在微分的話 是不是可以忽略 因為他是累加的嘛 那如果我們用累成的話 這邊可以問一下 我們如果是累成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如果在微分的話 我們要利用累加的特性嗎 會嗎 累成的話 是不是我們可以用 先取LOG 取完LOG的時候 是變加的 那我們是可以再做微分 可以嗎 會不會太困難 那累成的話 應該是基本上 不太會遇到啦 那這邊只是提個外話 那 我們在這邊 Sigma 進行微分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 因為是累加 就像前面我們所講的 我們如果對A的微分 是不是 先對這個A平方 進行 先降密 變8A 那再對這個 一次4 變成-4 那其實就是 加-4 這樣是他的微分 所以在Sigma部分 因為他是加法 所以我們Sigma 是可以忽略的 那 在高中有沒有教過連鎖率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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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交連鎖率 那後面的推導 我們會用到連鎖率 那今天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先對 Hx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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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微分 會會等於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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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x的 x 微分 再等於 這個 Gx Gx 微分 然後再乘上 Gx Gx的 x 微分 這個 這個式子看得懂嗎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 對一個先對 這是一個組合函數嘛 那組合函數的話 我們可以先對大的函數 進行 微分 再對小的函數進行微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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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先把它 呃先 先看原本的 叫 看一下 我們先對這個 先用這個 微分 那這個是 Y Hx 等於 B0加 B1 X1 那是不是 先對這個大的 先把它往前放 往前放的話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往前放 就是先對 YH的 這個函數的微分 然後再乘上 B0 對這個 小的 小的 裡面的組合函數 進行微分 這邊到這邊可以嗎 OK 那 這邊 到這邊也是一個連鎖率 我們先對大的 那我們這邊直接放下來 那大的是 我們這邊應該有一個次方 所以要放 像蜜 這邊乘以2 那因為這邊也沒有個負號 所以我們要倒 倒過來 所以這樣YH-Y 可以嗎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也可以展開來 這邊是 Y的平方-2Y 乘YH加 YH 那我們是對YH的一個微分 那就是YH是平方 把它放過來 那YH是一個常數項 所以我們不看 那這邊是一個-2Y -2Y 是不是可以提出來 一起提出來 那-的部分 可以倒過來 可以嗎 這邊 這邊其實用連鎖率也可以 然後展開來 再做微分也可以 那我們姑且就是這邊 因為這邊之後也會滿常遇到 大家可以先記一下 就是這個對這個微分會等於這樣 可以嗎 那後面這個 B0是藏在這個YH裡面 那我們直接先展開來 先進行 這個的函數的微分 那我們對B0的微分 B1 X1 這邊X4 它是一個常數項 那這邊是一次式 所以這邊是乘以1 這邊可以嗎 那對B1的部分 前面是不是都一樣的 這邊是不是都一樣的 這邊到這邊 除了這邊改成B1 是不是一樣的 可以嗎 那我們這邊對B1的微分 是不是這個是常數項 然後這是一次式 所以直接把X放下來 這樣可以嗎 這樣的微分過程可以嗎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求 B0跟B1的一個 這個極值 我們可以算出來 那接著 我們這邊是一個 這個式子 這樣一個式子 是不是極值是等於0嗎 那我們就是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求 聯力方程式 去求B1跟B0 它最後的一個公式 或是它的推導過程 那我們這邊 Sigma 我們這邊就是先把它 我們這邊 N等於2 N分之2的話 我們是可以先 先捨去掉 那我們把Sigma 往後放 是 Sigma這邊 YHot-SigmaYi 這邊等於0嗎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把X先往前放 然後再把Sigma往後放 是 展開來是不是 這樣子 這邊可以嗎 那接著我們把 把我們把 把Yi拆開來 就是我們的 B在這個裡面 B的係數 是在這個YHot裡面 那我們把它展開來 是不是變成這個樣子 可以嗎 那這邊下面 第二個B0的部分 也是一樣嗎 B1的部分 這樣展開來也是 這樣 這邊到這邊可以嗎 好 那我們把 再整理一下 再把它展開來 把 把Sigma 就是往後放 那這邊就是 SigmaB0 加Sigma B1Si 然後再減 Y SigmaYi 然後下面這個式子 也是一樣 把它展開來 然後就是 SigmaB0乘上 Si 加上SigmaB1Si 乘上 Si 然後再減 再減SigmaYi Si 等於0 這邊可以嗎 上面到這邊 那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就是把 相同的部分 跟 就是B0跟B1 的常數項 給提出來 看一下 這邊 因為它是常數項嘛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 這個是常數嘛 它Sigma 這邊沒有i 是不是可以變成 B0乘上N 那後面 就是把 B1 給提到前面 然後這邊就是 B1 乘上SigmaSi 減SigmaYi 然後下面一樣的做法 先把 B0跟B1 給提出來 好 那如果我們把它提出來之後 我們要把 想辦法把 B0給消掉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上面的式子都乘上 N分之 SigmaSi 這個就可以 消掉了 可以嗎 可以嗎 那這邊就會等於 B0乘上SigmaSi 加上 N分之一的 乘上 B1 SigmaSi 再乘上 SigmaSi 減上 N分之一的 SigmaYi 乘上 乘上 SigmaSi 等於0嘛 可以嗎 會不會太快 好 好 那下面這個式子也是一樣 我們這邊就是 這樣子 我們就是這個式子 下面這個式子 我們沒有動 我們只有上面這個式子乘上 這個 那這樣子 B0跟這個是不是 就可以消掉了 那我們是兩次相減嘛 兩次相減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得到 N分之一 B1 SigmaSi 乘上 SigmaSi 再減掉 B1 SigmaSi 乘上 Si 加上 Sigma Yi 乘上 Si 再減N分之一的 SigmaYi 乘上 SigmaSi 等於0嘛 到這邊可以嗎 會不會太快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把它剪掉 然後這邊 就是這個式子 然後這個就變加號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把相同的放在一邊 所以我們這邊把B1 部分放在這邊 然後不是B1的放在右邊 那我們先把它展開來 先把它取出來 然後這邊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這邊可以嗎 這邊到這邊可以嗎 然後這邊 我們這邊把它展開來之後 我們是不是把這個除過去 是不是會等於這一串數字 可以嗎 那 那我們是不是得到B1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B1 帶入 某式 然後去求B0 是吧 這邊B0在後面 我們可以把 這個 這個式子比較簡單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帶入 看一下喔 這個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比較簡單 那我們就是把B1 帶入到這個式子 然後去求B0 那求完B0之後 我們會等於 1分之1的乘上Yi sigma.yi 再減掉B1乘上 N分之Sigma Si 那這個式子 是什麼 這個式子是什麼 是不是Y的平均值 是嗎 那這個是不是 X的平均值 那這個B0 是不是就等於 Y的平均值 減上B1乘上X的平均值 對吧 那我們這邊的練習 我們就是 我們這邊先 我們就是用程式解出來的 這個 它的函數解出來的值 會等於這個 那我們接著練習 就是我們把 B1的公式 跟B0的公式 把X跟Y帶入 然後去求B1跟B0 會不會得到 這樣的一個式子 的答案 的結果 可以嗎 那給大家 15分鐘的時間 好 那我們就是 看著這個公式嘛 然後把程式給寫出來嘛 那我們是先求B1嘛 那我們是先針對 我們先針對分子 然後 每一個元素 先把它寫出來 那這邊是 SigmaYi 就是 Y的總和 是不是 那這邊就是 上 Y 可以嗎 那一樣嘛 這邊是X X 那就是X的總和 好 然後這邊 就是這兩個相乘 然後再加起來 那這邊就是 X X4 這樣可以嗎 那 下面 下面是分母嘛 分母一樣 這邊是 有了嘛 X 然後 我們只插這一個 只插這一個 這個是跟前面這個嘛 上的X 那我們插這個 那N是不是樣本數 那就是 長度嘛 K4 先把他執行 好 然後我們再把它 放到這個 柿子4 柿子裡面 所以就是 先 呃 上 乘上 這個 再除 樣本數嘛 除N 然後 這邊 減 減這個 是不是 這樣 然後下面是分母 分母是不是 除 先這個 所以是兩個 X 上 X 然後 再來是 減這個嘛 然後 這邊我們要先除N嘛 然後 再減 再減這個 可以嗎 所以就是上XXX4 這樣會得到我們的B0 B1 這樣可以嗎 我先執行一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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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剛才講是平均值嘛 平均值 Y的平均值嘛 所以就是 就是 是 面 Y 除N 除N 再減 B1嘛 然後 乘 X的平均值嘛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再重新指 我再重新指 這樣是不是有 一樣 這邊 大小蟹 這邊不用 這邊不用除以N 這樣是不是 得到一樣的答案 OK 那我們 我們可以換Data嘛 我們可以試著 就 程式 基本上都不用動 我們可以試著改 可能 C 1到5 然後Y 可以改成 6 7 9 8 10 然後 我們先看這樣 用LN 得到是這樣嘛 那我們 下面程式也都不用改 我們把它 把X跟Y換掉 我們應該也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是不是 這樣可以嗎 那就就是我們練習一啦 那接著 前面是一個簡單線性回歸 就是 一個Y 然後一個X 一個變數 一個變相 那是一個簡單線性回歸 但是我們常常在做 應該說這個真實世界不會只有一個X變相 或是 你們在做統計的時候 可能是多元 一個多元線性回歸 那我們可能就要用到 我們在如果用多元線性回歸 再解連立方程式 是一個 蠻困難的吧 應該剛剛在解這個數學推導過程 應該不會覺得 尾分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應該會覺得 連立方程式應該是比較複雜 應該是吧 那我們為了就是方便在計算的話 我們通常後面都會用 矩陣的方式 來求解 那在求矩陣的話 我們要有 我們在設定它的格式的話 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原本我們這邊是寫Y 這邊是 就是預測值嘛 那這是實際值嘛 那實際值是差一個殘差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就是把這個符號當做殘差 那我們可以把它這樣寫 i等於1的時候 y1等於b0加b1x1加xsigma 殘差1 這個殘差 第一個殘差 這個樣本的第一個樣本的殘差 可以嗎 那以此類推嘛 這邊到這邊可以嗎 這邊到這邊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把它寫成 這樣的一個矩陣 會不會太快 這邊Y Y是不是等於nx1的一個矩陣 那是y1到yn 是不是等於x4 那我們這邊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欄位 這邊要全部都射成1 然後這邊是x1x2 所以這邊是一個nx2的矩陣 那我們這樣 我們這邊的乘法 矩陣乘法都是內積嘛 所以這邊 1跟x1乘上這個矩陣 就是b0加x1加b1 b0加x1乘上b1 對吧 是不是這邊 對吧 那再加1 這邊是殘差 所以我們這邊是先加這個殘差 第一個殘差 這是等於這個第一個式子 所以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寫成這樣給矩陣 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太困難 到這邊可以嗎 那我們剛才講我們的Loss 是一個殘差平方盒 我們要優化的是一個殘差平方盒 那我們是不是要對這個殘差 進行一個平方 那 矩陣的殘差平方 那我們這邊 是不是要先把它轉置 這邊是n乘1嘛 而變成1乘n 再乘上n乘1 才會才能相乘嘛 對嘛 那 這邊 1 是不是等於這個 把他反過來 變成1等於y-xb 這個是不是等於這個 可以嗎 那這邊記得要放一個轉字符號 那後面一樣 那我們的優化函數 是不是 要對這個進行優化 可以嗎 會不會太困難 那我們接著我們要對 對一個我們的矩陣進行微分 喔 矩陣可以微分嗎 會不會覺得矩陣微分 聽起來好像有點困難 那矩陣微分 它就是把 把 就是我們的 一個位之數 它只有一個係數 那 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階的一個微分嘛 可以想像嗎 是嗎 是不是可以想像 那 那我們就是對這個 Loss 的 b的微分 那我們是不是先 先把它 寫成這樣 這邊 這邊直接過來 可以嗎 這邊 我們是對這個微分 那我們先把它 就是把 轉字符號 放進來 可以嗎 我們這邊都還沒有微分喔 我們這邊都還是 矩陣的 一些運算 那 先把它轉 轉字符號 放進來 是不是y的轉字 -b 轉字乘上x 的轉字符號 這樣可以嗎 那這邊 這邊 要轉字的 要把轉字符號 放進來 是因為你的矩陣 維度要一樣嘛 所以這邊 符號要記得 轉 要反過來 可以嗎 y的轉字 這邊是 n乘1嘛 所以這邊 1乘n嘛 所以這邊的結果 是不是要以1乘n 對吧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後面 沒有動嘛 然後接著是我們再把 這邊的符號 乘進來 那這邊是 y的轉字乘y 然後再-b的轉字符號 乘x轉字 再乘y 然後這邊是-y的轉字 乘上xb 再加上b的轉字 乘x轉字 再乘上xb 可以嗎 那這邊 我們這邊 這邊其實是一樣的嘛 b的轉字是 是2乘1嘛 是2乘1嘛 這邊是2乘1嘛 轉字變成1乘2嘛 那x轉字是n 這邊原本是n乘2 變成2乘n嘛 所以 1乘2再乘2乘n 是1乘n 然後這邊是y 然後這邊是y 是1乘n嘛 所以變成 這樣可以嗎 那這邊 它其實最後的dimension也是一樣的 它只是反過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 兩倍的b的轉字 乘x的轉字再乘y 可以嗎 會不會太快 好像面有難色 你們就是 就是把這個 我們就看dimension 裡面的數值 基本上它因為它都是內積 兩個相乘再相加 那基本上會是一樣的 那我們就是看它的dimension 我們的dimension 基本一致的話 基本上就不太會有錯誤 ok 那這樣的展開式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對b的微分 對吧 我看一下 那這個是 等於是一個常數項 是不是0 那這個是b的一次項 b的轉字 還是一次式嘛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放下來 是不是-2x轉字乘y 那這邊是有兩個b 兩個b長乘 是不是一個平方向 是不是可以把平方2 2放下來 會不會太快 那這邊是不是加2 乘x轉字 再乘xb 這邊會等於0嗎 這邊等於極直的話 等於0嗎 可以嗎 會不會太快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b給求出來 那這邊就是xt 我們先把這一項放到右邊 那這邊是x轉字乘x再乘b 等於x轉字再乘y 那我們這邊要把它消掉 不可以直接放過來 我們要用反矩陣 那反矩陣跟自己相乘 就是等於單位矩陣 那單位矩陣乘b 就是可以把 就是等於b嘛 那單位矩陣就是可以直接忽略 可以嗎 那這邊就是前面會有個反矩陣 那這邊會乘上x轉字再乘y 可以嗎 應該會覺得這邊的微分 應該比前面的微分友善多了吧 還是覺得這邊微分比較困難 好 那我們就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要用到矩陣一些的語法 我們這邊要射程矩陣的話 我們是用matrix 然後這邊是把你的值填進來 然後先定義它的弱跟column的數 那這邊就是一個2x2的一個矩陣 這樣可以嗎 然後是由先按column往下填 所以是1234 可以齁 那如果轉字符號的話 要轉字 矩陣的轉字就是tx 那會45度轉 可以齁 那這邊反矩陣 我們以前高中求反矩陣 應該是一個蠻困難的公式嘛 那在程式上就很簡單 就是直接打solve這個函數 就可以得到反矩陣 可以嗎 那這邊再產生一個y 這一個矩陣 那我們再講 矩陣的乘法要注意 到底是內階還是兩個元素相乘 如果是矩陣的內階 要用percent乘percent 的符號 進行內階 這個是內階的意思 可以嗎 ok 那如果是直接x乘y的話 是指對應元素 矩陣的對應元素相乘 我看一下齁 把x 跟y 這邊是不是 1乘2是2 這邊2乘3是6 可以嗎 直接只有x乘y的話 是矩陣的元素 對應相乘 那percent乘percent的話 是內階 可以齁 那我們這邊 還會用到幾個符號 幾個函數 這邊x跟y 是一個 都是2乘2的矩陣 那rbind的意思就是 我們先看結果 就是把它往下 往下漲 把它並起來 往下漲 可以嗎 那這邊會有一個 cbind cbind的元素 那它就是往旁邊嘛 r的意思是raw c的意思是current 在這邊c這個意思 ok 那我們剛才 我們求出來 剛剛得到這個b的解 它的公司長這樣嘛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先 我們一樣用心跳跟 跟年齡 x跟y 一個x是年齡嘛 y是 心跳速率 那我們這個 我們就 我一樣慢慢帶好了 這邊x轉字嘛 這是matrix嘛 所以我們是 這個 這個符號 先進行t 這個matrix 進行轉字 這個 有點太長 我用 用別的數 數字好了 我們一樣用剛剛 這樣 我們一樣用這五筆 比較容易觀察 x的矩正是長這樣 y的矩正是長這樣 對吧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先進行x轉字 這邊先轉字嘛 然後這邊內積 所以是percent乘percent x 然後這邊x 是matrix 這樣這邊可以嗎 然後這邊是反矩正嘛 所以這邊 solve 然後這邊是y的矩正 x 然後這邊是y的矩正 x 然後這邊是y的矩正 x x x 內積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 求出我們b的答案 我們一樣用 這樣 這樣結果是不是一樣的 應該會覺得這樣的 計算方式比剛剛第一節 第二小節練習來簡單吧 那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它 帶回原本的 我們的資料 是不是 結果是一樣的 這邊的結果 跟 這裡的結果是一樣的 可以齁 好 那我們這邊 練習二 我們就試著去 增加一個欄位 去做做看 那大家也去複習一下 那我們現在是要增加一個維度嘛 增加一個變數 那我們先看一下 增加一個變數 用程式 直接求解的話 它是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那 基本上我們後面的這邊 基本上 程式都不用動 我們只要增加 我們只要在我們的Data 做一下修改 然後 把PR放進來 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得到一樣的答案 OK 那我們剛才前面都講的 都是我們的連續變相 X都是連續變相 那我們在類別變相的話 我們也可以做 再類別變相 像LVD 或是 這邊AMI AMI是類別變相 我們可以直接 放進來 可以嗎 那我們這邊也給大家加分的機會 這兩個要怎麼解釋 它 它的係數什麼意義 可以 有灰的嗎 研究生應該可以吧 研究生 碩士生 碩士生會不會 碩士生 可以嗎 會嗎 不會嗎 都不會 那這邊的 它的係數的意義 是指 我們是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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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預測心跳速率 也就是說 如果是 Nonstatmic 比AMI 它的心跳速率會下降 9.13 可以嗎 它是一個 插碼 那這樣子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的式子 第一個是第一個 那它是連續變相 那第二個式子的話 它是 這樣寫 可以嗎 這邊的式子看得懂嗎 可以齁 那我們在做虛擬變相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這邊是 它類別數是三個 三個類別嗎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1跟0來編碼 0000 010 還有001 來編碼 對不對 那如果是四個變相的話 四個類別的話 我們可以用 可以編碼成幾個 幾個欄位 三個欄位嗎 那是不是 我們也可以用兩個欄位來編碼嗎 可以理解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假設我們ABCD 四個類別 是不是可以用00 10 01 11 來編碼 但在線性回歸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剛剛 如果用剛剛的解釋 這樣的編碼方式是可以的嗎 我們ABCD是不同的意義 可以嗎 但在線性回歸我們的定義 剛才講是 如果是這個係數 假設它是這個係數 就是 兩個欄位會產生兩個係數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係數是指 B跟A差了多少 那第二個係數是指 C跟A差了多少 那我們在D的話 D的話 會不會 我們是不是變成 它強迫讓它 要讓它 變成 它的 是不是變成 這個X跟這個X 相加 但是我們在做線性回歸 我們不知道它的關係嘛 所以 它這樣的 會不會有問題 在線性回歸來講 它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關係是 OK 所以我們這邊 要變成 如果要編碼 如果是四個類別的 類別數 我們這邊要編碼成三個 三個欄位 可以嗎 好 好 我們先 這樣做 這樣做跟這樣 跟上面 是不是一樣的 我們看一下 它這邊 這邊都直接放LM 那 這邊是指 θ 我先 太多了 這邊是指 ami ami ami等於0 然後stemming等於1 嘛 這樣可以嗎 那它這邊放在 ami1 這個變數當中 我們剛才講 三個類別 變成兩個欄位嘛 編碼方式是這樣 那在AMI是STEMI的部分 其他是0 然後STEMI是1嘛 這樣可以嗎 那它直接放進來 我們的結果跟上面的結果會是一樣的 OK 好 那我這邊就直接講 練習3 我們就直接把它帶到矩陣裡面嘛 我們剛才已經產生了AMI1這個欄位 還有AMI2這個欄位嘛 那我們直接把它變成我們的X 把它帶入到我們的X 然後下面的公式是一樣的嘛 是不是得到的結果跟這邊是一樣的 可以嗎 好 那今天的課程就是數學部分基本上推導過程 應該解聯力方程式應該大家會覺得比較困難 還是覺得微分會比較困難 微分如果比較困難的話 可能要想辦法理解一下 因為我們整整學期的課程到下學期的課程 基本上都會用到微分 如果大家對下學期的課程有興趣的話 那微分的話還是要稍微理解 但基本上我們數學的推導 只是幫助你理解這個機器學習背後的一些原理啊 還有過程 基本上你只要會用這些程式 就可以還是這樣可以訓練我們的模型來做預測 那再來是我們的後面講到我們的虛擬變數 如果我們做類別變相要怎麼使用這樣子 好那我們這兩課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